日韓的大战比赛来到时局的下半 刚在时局的上半 在突破僵局制的情况下 韩国队一口气得到了三分 现在时局下半落后三分的日本队 率先上来的打击者 就是在今天曾经打击过两分打点 全力打的三圈最高 上来打击的时候 一二练已经有跑了一阵 所以他代表的就是追评分 有赛能出现全力打的话 就可以马上追评比数 所以这个半局从四五六棒 轮番上阵 那现在就看韩国队 到底是派谁做这个半局的投手 你现在得到了三分级的领先 但是韩国队厉害的牛碰龙投手 前面都用掉了 所以也不见得说 日本队是完全没机会 三分的落后 因为基本上呢 第一个上来打者就代表追评分 看起来好像是 先得住继续投 左头来面对右打 三川最高 刚刚这场比赛那个全力打 也是面对左头手打出来 聚昌摩摩的手中 然后延长加赛时局下半现在正式的展开 一样 前两棒包括了第二棒的原田壮量在二壘上 第三棒的打者呢 敬腾是可以站在一壘 前一球打成了变连后方的界外 事实上因为前一次呢 进队的打击已经换代打 Okoe了 所以现在Okoe在一壘上 二壘上是原田 前一次呢 三川被三振了 就是因为进攻欲望太强了 很想打全力打 很想帮球队建功 但反而对方呢 投的比较开的球呢 也让他打不好 所以他必须要能够 就是说有所节制 选球还是最重要的 那现在至少他选到的球数 对他是有利 一个好就两坏球 这个打击其实对日本队来说是至关重要 变化球厉害 完全想不到这个时候会来个变化球 以为两个坏球一个好球 应该是快速球过来 对 但这个变化球不但投了出来 而且还投进了好球带 所以打者的棒子完全被冷冻 显得住呢 变化球在今年下半球季是进步了非常的多 这时候真的用出来 内脚偏高 拉成了在中左外野之间的飞球遭到的尖杀 还是一个感觉是K中外的球 意要打 对他当然喜欢打这种高球 因为高球打全力打的机具是比较好的 但这个球比较靠近他的身体 他必须缩着手臂来挥挤 走内脚 所以最后只能打成一个平凡的飞球 并没有那么深远 也没有那么结实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比较希望能够积极进攻来 帮忙球队的心态被对方投手给抓到 其实用一些比较好球在外面的球 就可以引诱到他 能够解决 对韩国队而言真的赚到 而且已经一出局 而且最厉害的重炮已经出局 闻到第五棒的上磊 上磊成之呢 今天四个打数 没有急出过安打 一好一坏 一好一坏 现在日本队压力就越来越大 又是一个坏球 我们现在也要考验呢 这个悬得住他的一个抗压能力 已经控球 然后一好三坏 因为对左打 保送他的话就造成满蕾 而且你错失了 左投有力解决左打的一个机会 宣统列总教练想说 不会吧 本来的领先九局下半就是越 投手一直投四坏球 导致领先被对方给追平 而现在又要来了吗 贼球打接时 在中外野方向的高飞球 到了墙边 过 追平比数的三分炮 显得住救援失败 双方二度战争的平手 一个投手可以救援失败两次吗 可以啊 第九局一次 现在第十局再来一次 这次是把他自己的胜头 对救援失败掉了 这场比赛是在开的一起 好像没有一队 能够赢得比赛胜利 也没有一队想要赢得比赛胜利 哇 上林成枝啊 建了大功啊 今年日本之邦总冠军阮英队的右外野手 轰出了这个追平比输的三分全力打 让对方让双方的战成了7比7 左打者从左投手的手中开轰 正好越过全力打墙 进到那个全力打墙外的通道 形成了追平比数的全力打 所以双方又回到了原点 哇 这真的是惊天一级啊 所以这一次原本在继 这次球季的后段呢 到了季末比较陷入低潮的上林成枝 经过这次的集军 因为他打打击形态 他的整个打球的这种形态呢 跟总教练道叶赌气非常的像 我们前面就提到过 就道叶呢 哇 特别指导他之后 马上在热身赛就有好的表现 现在真的救了球队 那韩国队呢也 看起来是决定要更换投手 我们休息片后再回来 近年来台湾最深刻写实的医疗剧 对病患来说 我们只是传着绿衣戴着口罩 搞不清楚长相的麻醉科医师 你是个麻醉医师 你应该最清楚 怎么让我比我成熟 荣获第五十届金钟奖 四项大奖最高肯定 我总老师谁心害你了 是我现在选择辞职 喜欢麻醉风暴2 绝对不能错过 在未来 我们一定可以改问题 11月19日起 每周日晚上10点 请强力锁定 民事麻醉风暴 由安美诺美白修护霜 冠名赞助 民事英语新闻 外国人都说赞 澳大利亚和台湾 两个人都有富贵的 澳大利亚文化 要学习更多 澳大利亚文化 请订阅读 FOMOSA英语新闻 权威专专业 民事英语新闻 周日到周五晚上11点40分 民事新闻台 这场比赛 双方真的是打得难分难减 所以现在在延长加赛的 时局下半 日本队又追平比赛 所以画面上看到 原本前一个半局上来的 这个投手呢 又急呢 他也解套了 原本他是败战投手的候选人 所以日本队真的是展现了他们的任性 现在韩国队换上黎敏昊来做投球的接替 总教练 这个宣童烈觉得 哇今天牛婆完全守不住对方在最后半局的反攻 都让对方呢 是追平的比数 29号的李敏昊 一上来就投出了一个三阵 造成了第二个出局者 K掉了外籍修泰 也是一个直插球 Matic 7 3rd Baseball Yomar Ishiu Kama No.63 那接下来李敏昊面对第2名的打者 一几棒的三队手西川龙马 这是一个好球技能 这球季化文又没给 所以他接好球在这载道让两队的球运有点不太适应 五手都以为是好球了 但也没有那种K做能够让我们来参考一下 对 前球打劫持越过二类手上空落地新加安打在右外野 西川呢也推出了这样比赛他个人的第2只安打 这个安打也使得双方的安打数现在又扯平了 各得7分各打了10只安打 现在日本队当然还是有呢在这个半局结束比赛的机会 两出局站上了一两 这个内角球给 田春第2次上来打击 前一三队上来打击是被赛就保送 所以他并没有打数 回生一个快牵制 现在也要避免呢日本队到底成功啊攻占得分位置 一号就一个坏球 早上投球黎米昊呢来自NC恐龙队 也是一个非常壮硕的球员 185公分90公斤 今年在韩职呢5胜1败3救援 6个中继成功 DRA是4.06 出棒 到二壘球传篇 青川龙马演出的道壘成功让道业赌记总教练频频点头 他说我们现在有结束比赛的机会 对机会越来越浓厚了 如果在一垒的话你需要一个长打的安打 现在只要一个穿出内野的一垒安打就可能结束比赛 这球是先落地再弹进手套 那跑者适时起跑 对这球不好传 原本三分落后的日本队啊 靠着上林成枝的三分炮 追一平的比数 立于不败之地 那现在就拼拼看 制胜分 已经在二壘 以外野的飞球在界外 点真是罗德队的第一号补手 现在就看他有没有机会 帮日本队呢 结束比赛赢得胜利 选掉这一个球 不容易 金城良好两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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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棒打了金城良好三坏 在中外野方向的高飞球 落地行轎安打 比赛结束 日本队演出了大逆转 在延长加赛的时局下半 靠着替补上来的捕手 田春敲出了再见安打 最终是以8比7击败了韩国队 拿下了今年 亚洲这帮冠军阵霸赛的第一场胜利 这样比赛真的打得非常的精彩 最终日本队发挥了韧性 9局下半1分落后追平 然后10局下半3分落后不但追平 这次一举超前 最终8比7 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整个过程日本队打得非常辛苦 所以最后还是韩国队输掉的这场比赛 原因是什么 他们的投手尤其救援投手 没有办法保住这个领先 不断的救援失败 救援失败的结果 所以韩国队的打线 其实真的非常坚强 最后的安打数 虽然日本队还是超前了韩国 但是韩国今天的打线 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棒到第七棒 除了八棒九棒到两棒比较弱之外 前面七个棒次非常强大 所以明天我们队上韩国队 我觉得这前面七棒 真的要特别注意 他们的救援投手 当然是有他们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控球方面 所以在九局没办法结束 然后到了延长赛三分领先 还是没办法结束 输掉了 最主要就是他们救援投手 没有办法能够保住这个领先 好 这样比赛结束之后呢 当然大家最关心的 中止联军台湾队呢 就要在明天登场了 欢迎大家持续在 11月17号周五下午的六点钟 傍晚的六点钟呢 来锁定民事新闻台 所带来的现场直播 那台湾队首度的出赛 对到今天呢 落败的韩国队 所以明天这样比赛 韩国队势必也要全力以赴 那就看台湾队呢 能不能够拔得头筹 赢得胜利 明天台湾队将由陈冠宇来担任先发 对 台湾队明天只要赢了 就确定可以进到冠军赛 一点没错 所以请大家持续锁定 明示新闻台的现场直播 那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呢 就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 我是陈建军跟球评袁定文 感谢您收看 明天见 拜拜 本节目有 好 好 中文字幕——YK